凡姐 怎么了 哎呀 你怎么 怎么看见我就哭啊 凡姐有这么吓人吗 凡姐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见到你觉得 你特别亲 像我亲姐姐一样 我就特别难受 好好好 只要我是你亲姐姐 那你就 那你就哭吧 嗯 好了好了好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哭完以后 要听医生的话 好好休息 好好养生 好吗 好 乖 凡姐 那个 看护的人跟我说 殷琪妈妈来了 能不能帮我去看看殷琪 看看她现在什么样啊 你自己还这个样呢 你就想着她 可是 我被打的时候 她一直在前面护着我 如果她不护着我的话 我现在不定都成什么样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 你会成现在这样吗 凡姐 你帮帮我 去看看她吧 只有你去看她 我才能放下心 凡姐 凡姐 好好好 真是服了你了 我去看她 免得你坐立不安 谢谢凡姐 那我 就把这袋水管拿过去了 我 是伯母吧 你好 我 我是殷琴他们单位的同事小凡 大家听说殷琴受伤了 就让我过来看看 还好吧 医生说 没什么问题 能回复 不会残疾的 那就好 大家都担心你 尤其是族里少了你这么个骨盖啊 大家做事都没有头绪了 不过你好好养伤啊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伯母 也不知道带点什么 随便拿了点水果 来 晓芸 你都能吃 好好好 客气客气 那姐 坐吧 我不坐了 不坐了 在单位天天坐着 站着舒服 医生怎么说呀 需要注意些什么 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虽然她说没什么事 但是我现在我就 我明白 我明白 听医生的话 好好配合治疗 我听说这个医生啊 是朋友再三拜托的 她一定不会马虎 放心 放心 谢谢凡小姐 我今天呢 和她的经理 我们沟通过了 经理说 她也是今天早上 才知道这个事了 完全不明白 是怎么发生的 你是她的同事 你应该知道点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就告诉我 不说 我听说是这样的 小胤啊 昨天约了个女孩吃饭 结果她小女朋友呢 就 就不乐意了 找人把小胤 跟那个女孩打了一段 而这个医生啊 还是那女孩的朋友 有拜托的 您没来之前呀 也是那女孩的朋友 照顾小胤 小胤的女朋友 跟打人的人 还在派出所呢 她跟一个女孩去吃饭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什么行为 你这就是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活该你被打骂 怪不得不跟我说实情呢 你跟小胤已经定亲了 是定亲儿子 你怎么可以 跟别的女孩 就吃饭纠缠不清呢 谁呀 谁呀 什么人呢 是谁呀 伯母伯母伯母 这件事情啊 等小胤伤好了以后 再从长计议 小胤在我们单位 那是出了名的好几年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都觉得小胤是个君子 只要我们加班有小胤在 我们都觉得放心啊 即使这件事情 小胤有错 我相信她也是 有不得理的理由啊 伯母 先别生气 范小姐 谢谢你为她说气 但是错了 那就是错了 没有任何的理由 你告诉我 那女孩在哪个病房 你带我去看看 妈 你 你要去看谁呀 你找人家干什么去 为什么不能找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那女孩叫邱盈盈 她是我前女友 她 她什么都好嘛 真的 她真的什么都好 可以前我傻 我就是看不明白 我还听你们呢 我还回去相亲 那相来这 她 她完全不讲道理她 我 不不不不 对对对对 您心怒心怒心怒 她现在受着伤的啊 这个话太死人了 我不方便听 那个我先回去了 梵姐 你 你等等 梵姐 你回去跟小秋说 你就说 我这次真想清楚了 我喜欢的是她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跟她在一起 拜托了 梵姐 我先回去了 拜托了 梵姐 那小薇怎么办 小薇怎么办 我不管 所以呢 这个傻怡怡听完以后 直接感激替 铃稀喜说狂了 没有 我没告诉她 殷勤这个表白太藏促了 还有她妈更是麻烦 我怕回头空oqu起一场 enrollment不是更伤心啊 不愧是梵姐 英鸣 就是不能告她 我这傻徒弟啊 脑瓜子不好使 人又实诚 一遇上感情问题就犯傻 都已经被人当小三打了 还想怎么点 不告诉她最好 使得两个人都不安身 可是这是盈盈的事情 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万一她就是想跟盈琴在一起 在一起 就这么稀里糊涂在一起 你小子道歉了吗 没有道歉就想求爱 把人求盈盈当什么了 烦代姐你可千万别告诉了邱盈盈 我怕她万一真答应了 我恨不得死一群揍死她 所以真的不告诉盈盈 小曲说得有道理 如果硬情真的有诚意 就应该先向小秋道歉 然后再向小秋表白 这种事情我不可能代劳的 你处理这种问题有经验 听你的吧 那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告诉我 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医院了 小秋让我拿的衣服跟电脑 慢点 慢点 你送好吗 我带钥匙了啊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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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凡姐 盈盈她一直怂恿我 让我去看看殷勤 看看她伤势怎么样了 一直烦 我都会把我给烦死了 那咱们俩就看看吧 行 去就去 去看看 一分解释待着啊 小心大估量还吃你 你怕去殷勤那儿 我也怕去殷勤那儿 殷勤刚跟她妈妈摊牌 你说咱们现在去什么结果呀 妈妈们是最难搞的 尤其像殷勤妈妈这样 有原则又严厉的 简直就要了命了 她还说要来看小蚯蚓呢 我当时都不敢劫茬 那要不咱都别去了吧 万一她今天又要来这儿 再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我怕殷勤现在的身体 她担不住我 不去怎么跟小蚯蚓交代啊 这孩子是个重情义的人 殷勤是为了她 才会打成这样的 她不确定殷勤恢复的良好 能放过咱们吗 去 如果有万一 咱们就像之前一样 瞒着小蚯蚓不告诉她 等她痊愈了再跟她说 如果有好事 那当然最好了 走 伯母你好 我们来看看小蚓 看怎么样了 谢谢 医生说她恢复得还不错 年轻人嘛 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那就好 也算是不幸中的外星了 来来来 你们俩坐 不了不了 这位姑娘是 她叫小关 是小秋的好朋友 前天就是她跟她的朋友 救了这俩人 还找了相熟的医生 连夜给她做的手术 她想来看看小蚓 你好 小秋的朋友 谢谢 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 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你看这姑娘一看 就是好姑娘 应该的 我跟盈盈盈 是特别好的朋友 之前跟盈盈盈 一起吃过饭 既然跟小秋是好朋友 那么小秋一定也是个好姑娘 和你一样 人以群分嘛 我怎么跟你说过了我 是啊 盈盈她可热心可善良了 而且她事业上 也特别有上进心 你家里借的好吃的 经常会分给我们吃 她还会买菜做饭可勤快了 我这个人就有点懒 经常是盈盈把我 从被窝里揪出来 催着我去上班的 我们之间都不分彼此的 从被窝里把你叫出来 你们不会住一块吧 是啊 我们一起租了一套房子 里面的两间 都是这么做朋友的 伯母 这在上海很正常 年轻人们刚刚出来打拼 一个人租一套房子不现实 两三个皮屑合得来的 住在一起 又经济实惠又安全 还可以相互有个照样 那个 我们就不打扰小英休息了 我们先走了 赶紧再来看你啊 我送送你 不用不用 伯母 伯母留 拜拜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就问 看看都是什么姑娘 凡迪啊 我看看殷勤的妈妈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我还没进病凡 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要不然咱们俩怕什么呀 总之现在呢 就是瞒着小秋 还好小秋没心眼好瞒 一会儿得打针 护士刚给我开了单子 那我先去护士站拿药去 那 那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先给他买点 一会儿 病房见